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天和大家去一間很特別的 無限時海鮮火鍋放題 餐廳為求給客人扭盡錄音 不惜公本 除了海鮮、火鍋、牛肉等等之外 還有避風糖、海鮮拼盤 海鮮蒸鍋拼盤 刺身拼盤 聽說還有一些很特別的雞煲 究竟是堅密還是真的這麼便宜呢 我今天約了朋友一起去試試 不要說那麼多,大家一起去吧 好,Let's go 餐廳就位於旺角 我們可以在旺角港鐵站E2出口 出來後我們走回去西贏菜南街 一直直走 之後左轉進去豉油街 都是一直直走 走到最後大概八分鐘左右就到了 餐廳的面積都挺大的 上到來都已經很多人了 難道大家都收到風 這個晚市火鍋提有四種餐 最便宜的一號餐 成人價錢是168元 小童是118元 長者是148元 我看它的優惠時段 最遲6點半入座 即是8點半離座 這個比較少 有些通常都是7點要離座 無限時就是3號和4號餐 今次同朋友就想試這個3號餐 成人價錢是298元 長者是228元 因為看到3號餐真的很多食物 首先有一個鮑魚海鮮蒸鍋 接著有百品刺身 還有避風堂海鮮山 這些都是一次性的 還有無限追加的雞煲 或者自選火鍋湯底 那雞煲有甚麼選擇呢 就有麻辣雞煲 有花膠雞煲 還有最特別的麻辣牛雜雞煲 和只是牛雜煲的 雞煲就可以無限任加的 任吃的肉類都不錯的 有安格斯牛頸隻等等 還有黑毛豬 羊 海鮮有鮮片 蠔 虎蝦 還有其他的海鮮 如果喜歡喝啤酒 1664和日本的三啤都是任喝的 不同餐的價錢都影低了 那你們自己慢慢參考一下 以上的價錢另外需要加一服務費 還有這個是星期一至四的價錢 星期五六日公眾假期及前夕 另外加10元 我們這個餐可以有1664喝 剛才說了 原來可以叫啤酒塔 很爽 不要那麼多泡 對 他們還未來到 我們先喝一杯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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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要牛雜麻辣雞煲 先試一下新菜 剛剛開了火 我怕焦 因為這個大概煮7分鐘 大概每3分鐘就煮一次 很多牛雜 有我最喜歡吃的牛肚 我最喜歡吃牛肚 剛剛去完廁所回來 還未煮好牛雜 突然已經上了一些東西 來了這些一次性的百品刺身 和避風塘海鮮山 一直吃著海鮮 刺身 邊喝啤酒 邊等雞煲煮熟 真是可以不停手 想不到有醬拔龐 還有尺背 帶子 這個應該是馬刀背 這個應該是甜蝦 但它開了邊 有墨魚 三文魚 還有北記背 試試醬拔龐 先看看 刺身也非常新鮮 你看到色澤 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都頗喜歡 這個醬拔龐是頗爽脆的 還有想不到隔離差不多 這個馬刀背 也是很爽脆 很甜 尺背也是 這三個背類也是很不錯 當然 帆立背 是我的摯愛 也是非常之好 到了避風塘海鮮山 看上去都很棒 我又問了他有什麼海鮮 他說其實是看時令的 廚師法版 今天看到有賴尿蝦 這些是中型 不是巨型的 但不是細小的 有蟹 蟹好像蟹蟹 蟹蟹蟹蟹 蟹蟹蟹蟹蟹蟹 有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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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一邊喝啤酒,一邊吃海鮮 先試這個奶尿蝦 這個尺寸有差不多的 拿著手掌給你看看 大概這麼大,都可以的 試試看 這奶尿蝦很甜 不錯 再吃蟹 這蟹也有肉 很甜,不錯 不錯,但不差 當然要試試炸蒜 就這樣炸蒜 很香 很想吃碗飯就這樣吃 炸蒜真的非常野味 很棒 蝦剛才也吃了,都是爽的 都算彈牙的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初初打算放雞翼,好像怪怪的 但雞翼真的很好吃 很大隻 你看看,有很多醬汁 雞翼很厚肉 我用手,不客氣 好,時間夠了 先看看 嘩,好香 幸好沒有焦 但我們計算時間 怕真的會焦 因為雞煲 始終它不太多醬汁 放在上面 不會像水一樣 打火 所以就要看著火 麻煩幫我夾雞和牛肚 先試一下雞 醬汁 醬汁好像也很香 不知辣不辣 我就叫正常辣 挑戰一下 不管攝影師 因為朋友都吃得辣 不用遷就它 先試一塊 真的有少少辣 但真的非常野味 很香 我喜歡它的醬汁 正是剛剛好 不會很稀 也不會很稀 因為你太稀就好像煮雞 但它就剛剛掛了醬汁 放在雞上 而且雞肉都頗嫩滑 也頗有雞味 而且很喜歡它的味道 層次很豐富 除了辣 還有野味 很香 又不是很鹹 加上洋蔥 和其他配料 味道都逼出來 在雞裡吸收 好味 這個 留幾個給我 不用 這雞肉 對 我說這一段 牛雜 又是很好味 原來 麻辣雞煮醬 煮牛雜 都很好味 但最重要 牛雜要夠軟 它也很夠軟 我以為這些 金錢肚 會很韌 好像這些 咬開少許 嘗了 它也很軟 應該是先煮到 差不多熟了 接近 它真的很容易咬 也吸收了 它的味道 真的很香 平日牛雜 通常是五香 這個麻辣 這樣做 別有一群風味 這個腸 是很粉嫩 很容易咬 很軟 亦都吸收了 那些味道 其餘 牛雜 牛雜 我不太喜歡吃其他 那些 磅 肺 那些 但朋友說 都好吃 因為他們都喜歡吃牛雜 原來 麻辣雞煮加牛雜 是非常好 真的很忙 剛剛才吃完雞煮 現在又來 這個蒸海� 這個是一次性 看看是甚麼 這個是四人份 有鮑魚 扇貝 這個應該是一些石斑片 這個大概蒸十分鐘 它的鮑魚 都比較細粒 但都是新鮮的 因為你吃下去 是很容易咬到 不會有些雪味 魚是很滑的 這些斑片 是很滑的 而且沒有腥味 而且非常滑 亦有重魚味 而且它幫我們製造一些 例如有些粉絲 有些蒜蓉 有些辣椒 另外有些有些金菇 那些調味都不錯 不會說很鹹 蓋過一些海鮮的鮮味 看看有些甚麼火鍋配料 亦都可以用來蒸 它就有QR Code落單 我們這個三號餐 牛肉當然是選擇一些 餐裏面最棒的 安格斯牛頸隻 還有這個 翼板肉 到海鮮類 我自己就會選擇 虎蝦 蠔 還有斑片 還有其他的 其實就不知這麼少 外面還有些火鍋配料區 熟食區 飲品 甜品 現在出去拍給大家看 先來看涼菜和火鍋配料區 有很多不同的前菜和小食 還有一些蔬菜類的火鍋配料 還有一些粉絲 旁邊火鍋區 看看 上面最主要是些蔬菜類 拍給大家參考一下 原來這裡還有三文魚頭 魚腩 還有一些手打牛肉球 下面最主要是些軟類 有餃子 一直掃給大家看 很多款選擇 魚也有 還有一些生料 看看熟食區 先試一下 藥膳雞腳 蘿蔔牛腩 豬紅 咖喱豬皮魚蛋 甜品還有不同口味的 雪糕 啫喱布甸 豆腐花等等 飲品櫃有幾個 這是最大的 喜力 思威 純滑 家事伯 汽水 當然不少 還有果汁 韓式飲品 茶 那些全部都齊了 應有盡有 火鍋配料就在這裡拿 除了用來做火鍋配料之外 其實可以用來做蒸鍋 可以用蒜 蔥 芫荽 炸蒜 用來做蒸鍋 我們準備好材料 首先要健康當然是蔬菜墊底 一般都是鋪南瓜 但我地上多些不同的蔬菜 有秋葵 鍋筍 和淮山 全部都是健康食物 上面就是海鮮 有蠔 虎蝦 和鮮片 另外還有脆肉丸 和骨腩 海鮮 這樣蒸海鮮確實很棒 又健康 蠔雖然是冰的 但吃起來也很鮮 蠔味也挺重 吃起來不太過冰鮮 或者有雪味 這隻韓國蠔質素也不錯 鮮味很好吃 沒有泥味 很新鮮的味道 這隻韓國蠔和脆肉丸 我覺得很久了 因為我一起蒸十分鐘 我覺得很久了 就會很久了 不過它們都是沒有泥味 蝦也挺大 就算剝殼 肉都是新鮮 不會是煤的 爽口鮮甜蛋 蔬菜也吸了海鮮的味道 所以會有些鮮甜的味道 我最喜歡吃南瓜 因為這隻南瓜很甜 這樣吃又健康又沒有罪惡感 又好吃 我都建議大家可以這樣蒸海鮮 加蔬菜 只吃海鮮哪裏夠 叫了不同的牛 它們都是肉獸 都很喜歡吃牛肉 有些牛頸隻之類 這次我們就試試蒸 其實蒸都很好吃 這隻牛肉 嘩 都很漂亮 真的蒸 應該保留到牛肉的鮮味 試試看 牛肉蒸 我覺得真的比吃火鍋好吃 因為肉汁都鎖在裡面 而且牛肉味不會流失 平時吃火鍋 牛肉味不多不少會放在湯裡 但這個會放在裡面 所以特別濃味 而且它也會維持軟滑度 有時吃火鍋反而會粗 蒸回來更好吃 最後一部曲就是吃火鍋 海鮮的味道已經放在湯裡 海鮮湯做火鍋 平時火鍋吃得多 但是有地風塘海鮮 真的是第一次 通常都是海鮮小炒店 在湯裡才有 這裡都可以吃 真正 可以一邊吃 一邊喝啤酒 跟朋友慢慢聊天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給個讚 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在我身邊 出來馬上收工資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一定在下條影片做的 就是這樣 Bye Bye 還有大把時間 繼續喝啤酒 吃下東西 請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